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超级大主部 作者浪高三尺三 由大斌为您播讲 当城头之上那个声音响起的时候 胡德如遭雷击 他几乎同时看向城楼之上 然后他看到了那个人影 很多年了 胡德成为咖啡谷的老大已经很多年了 但是这么多年以来 他只要一闭上眼 总会看到那个影子 因为那个影子让他喘不过气来 甚至他从来没有真正的放松过 他知道 只要那个男人回来 自己将会失去一切 所有的一切也都将结束 所以胡德无数次的祈求上天 就让卡尔金夫一直待在荒野区 永远永远都不要回来了 因为他回来就代表着自己的一切 彻底的结束了 可这现在该来的还是来了 那个影子他只需要看一眼 他就可以判断 他就是卡尔金夫 一定就是他 那个被称作大魔王的男人 同样 全场也同时看向那边 在确定了那个人是大魔王的时候 每个人的脑子都有些空白 十几年了 这个男人终于还是回来了 卡尔金夫 低沉的声音 仿佛是从胡德的喉咙里边摩擦着 极度的冰冷 这一句话 他几乎用尽了自己全部的力量 大魔王还是站在那 漫天的大雨 让他的那张脸看上去多了几分麻木 但是 却也同样 让他那种气势 达到了一种巅峰的状态 他站在那 他就是大魔王 卡尔金夫这个名字 就代表着一种 别人无法挑战的权威 去死吧 卡尔金夫 终于这种压抑的沉默 还是被胡德打破了 他受不了这种现在的状态 等了这么长的时间 他就是要对大魔王出手 那么 他现在成功了 他成功的用李高楼 吸引出了大魔王先生 而此刻 相比于战胜大魔王 反而最重要的 是他要战胜自己内心的那种恐惧 正是如此 所以胡德不顾一切的出手了 他现在只想杀了卡尔金夫 或者自己被卡尔金夫杀了 除此之外 没有其他的结果和可能 于是 胡德就好像从地面发射的一枚炮弹 直接朝着城楼上标舍而去 哪怕是依旧躺在地上的李高楼 看到那种速度 他也再度被惊到了 果然呢 胡德的强大无法形容 而现在 他已经朝着压在自己头顶的一座大山冲了上去 下方的所有人 情绪非常复杂 每个人都很好奇 究竟胡德能否战胜卡尔金夫 一直以来 胡德都是咖啡谷当之无愧的第一高手 当然这前提是 卡尔金夫待在荒野区 而现在卡尔金夫回来了 他真的能够战胜大魔王吗 大家伙什么都顾不上了 现在只顾着吃瓜了 甚至李高楼都很好奇 胡德能战胜卡尔金夫吗 面对来势汹汹的胡德 卡尔金夫没有任何动作 他就是站在那 没人知道他在想些什么 不过在胡德已经到了他面前的时候 卡尔金夫却突然之间消失在原地 胡德的拳头 却是没时间再收回来了 然后随着他的瞳孔猛然间收缩 紧接着一个影子从天而降 那可真是从天而降 就在所有人的眼中 卡尔金夫突然间踩着胡德就落下来了 本来气势汹汹的胡德 在这一刻他什么都做不了 那种感觉就好像他完全被禁锢住了 卡尔金夫的强大根本不是他能够想象的 这一脚已经踩碎了胡德的胸骨 落在地上的时候他躺在那 满脸都是血迹 眼中带着深深的挫败感 他终究是无法战胜卡尔金夫的呀 一直以来他所谓的强大根本就是个笑话 咖啡骨是我的 任何时候都是我的 依旧是冰冷的深夜 卡尔金夫简直如同一座铁塔 说完之后他一拳轰碎了胡德的脑袋 这一幕非常血腥 但是在马克他们这些人看来 却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妙的画面 广场之中安静了下来 没人想到胡德就这样没了命 一波三折之间却又真正是出乎意料啊 不过傻子都知道 咖啡骨变了天了 胡德死了 大魔王又回来了 十几年之后 那个曾经缔造了咖啡骨的男人 如今回来会怎么样呢 同样伴随着他的回归 咖啡骨又会变成什么样子 这些谁都不知道 没再去理会胡德的尸体 卡尔金夫朝着李高楼走了过来 如果现在胡德还能从地上爬起来 那他大概也就是个鬼了 同样李高楼也艰难的站起身 跟卡尔金夫在这重逢 实在是李高楼不怎么希望看到的 至于说华莱斯跟穆苏他们 去下意识的往后退了退 大魔王这三个字 对他们而言绝对是一种阴影啊 现在真的看到了这家伙 自然下意识地跟他保持距离 不过大魔王却压根没理会他们 走到李高楼的身边 突然猛地攥住了李高楼的脖子 这一下所有人都吃了一惊 毕竟每个人都觉着 李高楼跟吴凡之间的关系 一定不会简单 或许真的就跟传闻一样 李高楼就是放大魔王 他们离开荒野区的吴凡呢 但是现在这画风好像不怎么对啊 不过面对着看上去非常凶残的大魔王 李高楼表现得非常平静 因为他可以感觉到 大魔王对自己没有杀意 既然这样的话 那只能说明大魔王是故意这么做的 事实上自己李高楼的身份出现 可能这瞒得了别人 但李高楼可以确定 他绝对瞒不了大魔王 他绝对知道自己就是吴凡 他这种级别的强者 感知力远超普通人 只是一张脸的变化 对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 他必定可以确认自己的身份 那么他现在的做法只能是一个原因 他在保护自己 差不多在李高楼刚想到这儿的时候 大魔王直接一拳砸在他身上 力量非常足 以至于李高楼直接趴了下去 紧接着大魔王的声音响起 把他们全都抓起来 山川咖啡谷就是我们的敌人 这一刻的大魔王 已经完全进入了咖啡谷老大这个身份了 而且偏偏没有任何不适应 那些卫兵本来是胡德训练的 现在啊 却自然而然的老老实实的听大魔王的话 立马所有枪口对准了李高楼和华雷斯他们 气氛再度变得紧张 就在穆苏已经抬起枪打算动手的时候 李高楼对着他们偷偷的摇了摇头 因为他的这个动作 于是众人便再没去反抗 任由卫兵把他们全部都抓了起来 尤其那李高楼是最惨 那是五花大榜啊 被送进了牢房 于是所有人都开始相信 之前所谓那什么李高楼啊 就是吴凡 他就是大魔王的朋友 就这种说法 胡说八道 李高楼完蛋了 然而外界没人知道的是 半个小时之后 华雷斯他们已经坐上了一辆离开咖啡谷的秘密卡车 而这辆卡车是卡尔金夫专程安排的 李高楼还是在咖啡谷里 而华雷斯他们却被安排离开了 从头到尾 他都没去告诉别人 究竟李高楼是不是吴凡这个问题 但这个做法却足以说明一切 虽然华雷斯他们很想要看看李高楼的情况 可是他们压根没办法 就这样 车离开了 不过众人虽然没讲出来 也隐喻明白了之前的事 包括李高楼和大魔王之间的关系 这么想来 李高楼继续待在咖啡谷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这样的话 他们也放心了许多